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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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变小就会变小 很好玩的 不信你可以遍遍看 卫无线应了声好就对蓝望鸡说 蓝战把碗碗放地上 卫英要变一变 蓝望鸡看了手中的小碗一眼 又看了看头发滴着水的卫无线 随即将碗拖在掌心上 说道 变小 那碗便在眨眼间缩小了一圈 变得只有茶杯般大小 哇 真的可以耶 卫无线大叫 伸手就要去夺那小碗 蓝望鸡立刻手一握一抬 说 卫英 先沐浴更衣 嗯 好 卫无线应道 他即便是在想玩 也知道应该听蓝望鸡的话 说明附近似是还有话说 但见着蓝望鸡满眼担心的看着卫无线 也就立即带着说明告辞离去 沐浴的时候蓝望鸡与卫无线约发三章 小碗可以玩 但必须在蓝望鸡的监管下玩 而且小碗已必须由蓝望鸡保管 卫无线连连点头称号 而后给小碗起了个名字 叫道不完 蓝望鸡听得嘴角一瞧 心想不愧是卫英 不论是哪一事 起名都是一个水准 这一日接下来的时间 卫无线基本花在了道不完身上 他先是领着蓝望鸡到了雅师小院 大喊了一声舒服 卫英帮你浇花 便将院子里所有的花花草草浇了个遍 直到蓝启人大吼着够了够了 再将我这院子都要淹了 才被蓝望鸡没收了道不完 随后又到了寒室 硬拉着蓝溪尘看他将道不完变大 还盛情邀请蓝溪尘去碗里游泳 但很遗憾地被婉言谢绝 但是卫无线毫不气馁 带着道不完先后跑到启蒙班和出几班 不巧的是两个班的小朋友都在上课 他也就没有展示的机会 只好幸显然地跑到了后山 将道不完往空中一抛 连喊树声大大大 道不完便便地大如小山 他又喊一了声道 那晚中水便如瀑布班倾斜而下 汹涌澎湃 震耳欲聋 魏为壮观 魏无线这才尽了心 心满意足地跟着蓝望鸡回了近视 一路上蓝望鸡问魏无线 除了娇花 游泳 造谱布 道不完还有没有别的用处 魏无线想了想 说 有啊 很多啊 比方说起大火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 还可以用来淹死不会游泳的妖兽 蓝望鸡子补充说大汉的时候可以用来灌溉凉田 魏无线就说对对对 还可以给缺水的人家送水喝 蓝望鸡便适时引导 道不完是一个很实用的法器 今后应善加利用 魏无线深以为然 事业 在道不完被妥善地安置在书架最顶层之后 魏无线在蓝望鸡的陪伴下安然入睡 到了子时时分 睡得正沉地望鸡二人同时背惊醒 因为他们听到了婉转 悠扬而又略带七婉的歌声 回荡在静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eramor est聚火